Lio聊世紀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是Lio 今天來看曲折羅倫對上一大一人 這場比賽也是競技場大事 7 這個比賽也是系列賽 目前還沒到主賽事 但是已經有相當多的知名選手 已經互撞了 所以我們最近頻道 都有可能都是競技場的影片 喜歡看阿拉伯的觀眾 還請多多的關照一下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比賽 這場比賽是曲折羅倫 曲折羅倫一開始是有兩個果子的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一開始需要的動物是需要放到魔方裡面 所以避免讓牠有段落的危險 所以一開始會給牠兩個果子 當作牠的經濟補正 那這個羊的效率呢 這個雖然我們有仔細研究過 但有一些像高端玩家Hair的玩法 他們還是會去試死的把這個羊拿出來吃 只要你經濟上有點問題 調配或是被人家偷租 或是路被偷射掉 被偷吃之類的 的一些情況下 所以會去把這個羊會拿出來吃 或是需要暴經濟 拼經濟的時候 要打一些特殊打法 都還是會把羊拿出來吃的 所以也不是說這個羊就放在那邊 一輩子就不動牠 那曲折羅倫比較強大的地方是 就是牠的骡驪 駒的單位 額外的傷害是非常高的 骡驪打一下 跟這個帝龍的骡驢沒有兩樣 我個人認爲 不過柱德羅倫在城堡時代的時候 比印度斯坦還要強的 那 那 趾特羅倫除此之外 牠可以出這個沙瓦里姆奇兵 這就是我們俗稱閃閉馬 這個閃閉瑪呢 打弓兵也是有無歪傷害的 所以打起來超級痛的 所以取得如果很簡單 你只要一個馬舊 你就可以counter對方的騎士跟弓兵 非常簡單 只有步兵不太能打 但往往呢 在城堡時代的時候 對手都會出這兩種兵種 不是弓兵就是騎兵 雖然現在有常見兵META 但常見兵META這個東西呢 算是比較高端在玩 現在新手去玩還是很容易被輕鬆解掉 所以我覺得現在常見兵META這個主流 還不會變成低端場的一個主流 就是還是比較頂尖玩家會用的 那屈折羅倫除此之外呢 他還有這個超強的薩地利 那這個薩地利這個科技呢 可以讓他的食物減免增加25% 就有點像是硬家的軍事減免一樣 那屈折羅倫是還需要研發的 所以比較弱一點 那他這個是銀罐科技 那他的金冠呢是這個前線衛隊 可以讓他的駱駝跟這個相公增加進防加四防 所以他這個相公加四防 這就意味著抵抗對方肉馬 或是騎士的時候更坦一點 讓屈折羅倫的這個駱駝呢 還有這個相公有更好的坦度 可以坦住對面的遊俠騎士暴的一個威脅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義大利人 義大利人的話他的能力呢 是升級時代時候有截免 但是他本身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也是我非常推的一個文明 最主要是因為他可以練習到所有的兵種打法 三級攻三級防全部都有 也有瓶種也有拇指環 該有的都有 但是就是沒有經濟加成 所以很容易後期會經濟被反超的一個問題 但是他的單位也是非常強大的 上帝龍時代初期有這個傭兵可以快速使用解圍 但是也是要看情況出的 那傭兵呢打火器單位有特別的傷害 就是有特殊傷害 所以打火槍或是火炮 威力都是非常好的 那義大利人呢 也可以混搭一些火藥 火器單位 像火槍之類的 那比較主要打法還是出這個勒奈爾弩手 配上重裝長槍兵的路線 那為什麼勒奈爾弩手 他本身是一個打騎兵的單位了 還要再出這個重裝長槍兵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你只靠勒奈爾弩手的話 正面沒有人當肉盾 還是很容易被突破重圍 畢竟工兵的射速也是有限的 那由於是 那弗弩他的這個對抗馬 就有單位的一個能力關係 所以他的長槍兵是沒有擊兵的 所以這需要特別注意 所以你也不能指出長槍兵 就想去打贏對方的遊俠 或者是重裝騎士 或是大洛馬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義大利人玩法 算是需要特別注意一些細節 一定要把這個勒奈爾弩手 這個數量給堆積起來 那後期呢 再出一些重裝長槍兵 再加一些大洛馬 是比較適合義大利人的這個開局方式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這場比賽吧 那義大利人 前期應該會算是比較正常的 24P或是25P 點封建時代 然後上尺寶時代加2 那驅逐弱這邊則是26P點 封建時代 然後我覺得是有點晚點了 這個不太確定是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有點晚下 這樣會有點危險 因為你很容易 會神這個時代 然後會神輸人家 上尺寶時代的時間偏晚 導致搶生物搶速 畢竟基地場 搶生物還是蠻重要的一點 那目前看起來這個對決 曲折羅倫對義大利人 義大利人這邊只要出重裝長槍兵 基本上就可以打贏曲折羅倫 那曲折羅倫這邊一定要出自己的寶兵 反任投擲手 才可以有效對抗對方的重裝長槍兵 那義大利人這邊也很簡單 只要配重裝長槍兵 配勒戴亞奴手 就可以屌壓他這個組合了 所以我覺得這場我是比較看好義大利人的 雖然曲折羅倫在各方面都很強 但這場對局來說 我覺得義大利也不太會輸的 那這邊塔套還有上城堡賽的優勢 領先大概快20秒 先點下了移動TC之後 修道運也馬上下了 先起兵跟蹤技術也馬上補下 先點下跑速的一個優勢 就是自己不太容易被追擊到之外 也可以第一時間去追擊對方的僧侶 所以先點跑速也是蠻重要的一件事 看這邊直接開追 那如果對方 刺頭數量夠多的情況下 那你就要趕快去點這個品種 品種就是後來要補上了 那是後來喔 不是優先喔 那還是要先剛好把這個青騎兵升級好 這個肉碼數量堆疊起來 才是重點 數量大於科技 但跑速更優先 好槍兵走了出來 兩隻刺頭往前 看到了對方三隻刺頭直接互打 這邊勝率想要造一下槍兵 槍兵也不想給他造 直接拉走 目前是V-chest這邊有一點優勢 缺逐羅倫這邊壓力給的非常大 三刺頭繼續往前 他到這邊又拉了一隻刺頭去外面 想要抓對方的勝率 但已經殘血 這邊可能會直接原地折返 盡可能保留自己的刺頭血量 不要讓自己刺頭死掉 比較重要 再留一隻槍兵想要來偷看 好 那V-chest這邊有優勢的關係 直接選擇拿最遠的一個生物 應該不是最遠 第二圓 那他待會會撿 離比較近的生物 就比較輕鬆一點 好 逃到這邊直接拉了兩隻青騎兵 看到右邊這個位置 第一時間看到 生率直接一人一刀 順利拿下 這邊應該是點了神聖思想 還沒有點 靠腰你還沒有生這個青騎兵 呵呵呵 他變成還在刺猴啊 難怪啊 我想說他沒有生青騎兵 怎麼 怎麼要砍三下 因為青騎兵只需要兩刀就可以砍死 如果是要砍三下的話 一定是有生這個神聖思想 但去的路人是沒有生的 好 三隻 不是三隻 三個TC 開農沒問題 塔套這邊開了4TC 算是一個標準的開局農的方式 我也是比較建議4TC這個農法 比較不會有後繼無力的問題 後續爆兵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經濟上不會輸 雖然時代上可能會慢個一分多鐘 但只要不要自己太誇張 就是劇情頭11沒產出來 石頭沒挖的情況下 都不會是一個太差的結局 好這邊青騎兵直接硬上 卡套這邊直接兩隻刺頭被砍倒在地上 直接倒光 對方的刺頭全身而退 全部殘血拉回家 這邊再燒毀奶一下 那這邊用生女去奶自己的青騎兵血量是很重要的 有一些玩家們會往往忽略掉這個細節 那如果今天有看到這次影片的玩家們 算是有福了 這個細節是很多高度是覺得理所當然的事情 所以很多高端的高手們在講解影片的時候是不會講到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需要特別講的 我就會講出來 當然有些會玩的玩家們會覺得很煩 這個這麼基礎的東西都要講 但是越基礎我覺得就是越要講的事情 好那義大利人這邊直接4TC開攏 就是7村對上52村 那塔套這邊也沒有想要全力搶生物的關係 所以有可能是只想減一個生物 甚至是布檢 那這樣對義大利人經濟可能會差一些 但優勢來說的話就是村民會爆得更多 看這邊村民已經拉開了 拉開快20村了 非常優勢 這時候他們有繼續偷直布了 這時候點下直布技術 打得非常的保守 因為有些高手們他們非常的狠 到了帝王時代才會點直布 那他現在城堡時代一點 算是偏早一點點但還可以接受 因為你只要一點織布的話 就會少一隻村民 這樣理解 經濟就會再慢了一些 這邊三隻獅子也沒想要繼續打 塔套這邊完全放棄了生物 第四個生物也是在這個下方 三隻獅子再出去想要去攔截B-chest這邊的森綠 這邊三隻獅子也沒想要走出來的意思 好 那就義大利人直接升了重裝長槍兵 OK 細節有坐滿 義大利人的重裝長槍兵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出了蠻多隻的 那現在有六隻重裝長槍兵的情況下 可以試著去撿這個生物了 就不太那麼容易被打死了 好 好 那是B-chest這邊有點猶豫喔 到底要不要出門 最後還是選擇了出門 要走邊邊角角繞過去嗎 也沒有 直接走一個直線距離喔 好 生女直接到了圍牆旁邊想要做招翔 但是沒有招到 好 這邊刺頭有要打算升青騎兵嗎 還是直接不升 三隻直接去打生女用 就完全不升了 因為不升青騎兵的話 刺頭是容易打輸對方的 好 這邊長槍兵直接上來硬戳 青騎兵想要上前硬砍 但是這邊肉麻擋位擋得很好 第一時間把青騎兵給全部解決掉 兩個隻生女 沒有第一時間被肉麻給砍到 只有一隻生女在原地發呆 被戳死了 OK 後方這隻生女想要逃跑 但是 塔塔這邊也有兩隻生女 可以多著想 欸 找到了一隻駱駝非常nice 現在駱駝一遭到 這邊就可以直接反打對面青騎兵 但青騎兵終究還是可以把塔塔兩隻生女給收掉 哇 這邊打起來兩邊都是小虧 但是更虧是塔塔這邊 損失了兩隻生女 V-Chester這邊直接拉了一隻生女回家 好 那屈折魯倫突然轉出了奴兵 那奴兵這個單位 在屈折魯倫來說 並不是特別的強 他的強項還是相公喔 所以我覺得 他應該不會當成主力來用吧 應該不會吧 屈折魯倫打 奴兵 這個... 有點硬要 畢竟人家是沒有強弩的 這個出奴兵 不確定是想要幹嘛 我覺得出戰矛可能更實際一點 因為他出奴兵只是想要來打這個吧 重裝長槍兵 但我覺得這個投資成本好像有點 太高了吧 因為奴兵其實不... 不是很便宜的單位 45斤塊 這個45斤出起來也是賊貴的 好 義大利人這邊點一下地龍時代 這邊有這個生時代的減免 111村 左右點下 好 這邊稍微修一下操作 喔 倫拿奴手被射死了兩隻 B-Trust這邊細節也是有做好 優先射對方奴兵 好 他也知道這邊要盡肯的 削減對方的倫拿奴手 那倫拿奴手的缺點 就是他的手也是偏短 跟這個中國聯弩很像 你看一般的強弩 一般的奴兵就是5加2 倫拿奴手卻是4加2 射程偏短一點點 所以有時候還是需要非常精進 對方騎兵的情況下 去跟對方一個互打 所以才需要重裝長槍兵這個單位 好 那義大利人這邊 直接上到地龍師代 轉出了傭兵 傭兵打對方的工兵單位 雖然沒有太多的遠方 但他的移動速度快 可以把他當成騎士來用 沒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造價也沒到騎士這麼貴 算便宜 而且他很重要的屬性喔 是步兵屬性的關係 所以對方驅逐羅倫出駱駝 也是不太好打這個傭兵的 出閃避馬也是 所以他這邊驅逐羅倫 是不可能轉出馬舊單位來打 這邊比較有可能會轉出 驅逐羅倫的特色兵種 還人頭子手出來打 會比較更適合他一點 那他現在還是想用這個奴兵來打 就是有點匪夷所思 雖然現在來說 打義大利人這個搭配是非常好 但是義大利人這邊科技全滿 然後三級射巨盾也好 什麼都好 而且巨盾可以增加傭兵的防禦力 這邊傭兵繼續出 哇真的點巨盾了 真的剛講完就點 這些高手我們在想什麼 其實他們的配兵組繩 都可以大致猜到了 好這邊點下三級防 防禦也要全滿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傭兵 全防的威力是如何的 四防再加上巨盾的一防 0加5 傭兵直接上前 應該也沒什麼他大問題 好 那這個巨盾也可以影響到 热奈爾弩守 好那屈德倫 點下很重要的 沙迪力科技 待會出著說的吃肉單位 都有這個截面 兩邊村民宿 107吋打132吋 但是塔套這邊村民宿 還有繼續按 可以看來大家已經 開始往世界冠軍 黑拉的這個配置走了 村民宿繼續不斷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 可以讓他打出更多的優勢來 好 热奈爾弩守 果然對射的情況下 是有點偏虛的 工兵還沒有把這個練甲 給升級好 而且射程也偏短 好 那屈德倫這邊轉出戰毛兵 就相當重要 現在戰毛打這個搭配還不錯 而且還有火炮屈德倫 好這邊稍微點一下 那義大利人這裡火器單位很便宜 這裡火炮砸一下 唉唷找到了 好這邊嘗試按一台巨型頭司機 後面雷布下了一台 像是山洞城堡 林立在他的圍牆旁邊 抵向了金瑞勒納爾弩守升級 這邊再打個一炮 打得有點精準啊 好這邊傭兵直接上前 又折返回去 好 義大利人點下了 重型黎根 還有雙人� 經濟慢慢往上補 那我覺得義大利人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他雖然沒有任何經濟加成 但是他打到後勤有三農三木 算是一個很好的經濟補陣吧 好 曲子如人這邊點下了還刃投擲手的金瑞升級 他會打這些傭兵啊或垃圾兵 都會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數量要先堆疊起來 數量不夠多的情況效還是有點難用 好綜合技術點下 增加一下傭兵堆建築 建築物的傷害喔 讓他破門更快一點點 傷害直接起飛 看這個成本傷害很高 好 還人投擲手的魚眼精 對了一些13隻啊 好 那還人投擲手的移動速度其實也算是蠻快的 他有1.15的跑速 勒納爾弩手只有0.96 基本上是可以追到勒納爾弩手 雖然傭兵追不到 好所以傭兵可以考慮用一個善陣 去打這個還人投擲手 還是會有點效果 好火炮這邊直接硬砸勒納爾弩手 損失了一些 但是這邊傭兵直接過來想要硬打 直接到了後方想要先砍火炮 火炮直接被砍成殘血 勒納爾弩手這邊沒有第一時間輸出一直在撤退 這邊快點射一下 殘血的火炮全身而退 但是兩台巨型投擲機都被火炮給點掉了 好這邊傭兵想要嘗試硬打這邊火炮 打火炮傷會很高 變成他是傭兵 傭兵打火器單位傷害非常誇張 但是只打掉了一台有點可惜 好那義大利這邊慢慢轉出了自己的奇兵升級 好等一下全部科技都可以點到三級攻三級防 超級扯 這就是義大利 而且他還有大陸嘛 待會不知道義大利大陸會不會出現 好這個火炮再稍微砸一下 兩邊打的算是偏保守 都沒有太激進了 算是互相poke 但我覺得掃到這邊越poke越長 他這邊中間打了一個樹木 雖然可以當作天然屏障 但相對來說進攻也是會有點障礙 而且很容易進入對方射程裡 看這個樹就是指標 一踏入這個墓區的區域就會被城堡射 他這邊一直被射掉少量的熱奈亞弩守 讓自己數量沒辦法堆疊得很快 23隻其實數量已經夠了 我對義大利的認知來說 是20隻到30隻之間是最好的 當然40隻也可以 但我覺得2030就差不多了 就可以40的轉一些傭兵啊 或是動裝常用兵 是不是大陸嘛 火器單位或是混一些火槍在嗎 可以更適合一點 蠢熱奈亞弩守就是很害怕 對方的投石車跟火炮 直接砸掉你一坨 所以數量不要太多事件好事 但是他又不能低於這些數量 因為低於這些數量 出熱奈亞弩守的威力又會下降很多 這邊由於沒有出戰毛兵了 果然被壓制了回去 上方這邊直接開打傭兵打了一坨 結果直接被還人頭之手給閃射給射爛 用兵沒有打出太好的傷害 意大利人這邊轉出了卡洛瑪升級 品種跟煉鎧甲升級 這已經出洛瑪了 這不可能出重裝騎士 這個要是出重裝騎士 他一定不會玩意大利 大洛瑪升級 Michest這邊也升好大洛瑪 改變是大洛瑪的情況下 但是驅者羅倫會稍微弱一點 因為驅者羅倫是沒有三級攻的 好這邊清騎兵想要硬上大洛瑪 大洛瑪這邊直接被熱奈亞弩守 射到非常殘血 後面傭兵也在追擊 傭兵也是直接上去打了前線的還人頭之手 火炮直接全部殘血活了下來 一台都沒有少 非常賺 熱奈亞弩守解騎兵的能力還是相當優秀 好 意大利這邊轉出了三級馬卡 最後的防禦也補下了 三級輪光也補了 改一點多點了 把意大利的特性打到最佳完美 火炮炸一番 我要來看一下這個舒服的回放 療癒畫面 直接倒了半隊 很痛 或者是意大利人出火炮的優點 造家又便宜對不對 這邊感覺 意大利人漸漸打出技的優勢出來了 火炮可以再次嘗試前壓 再加上距離投射技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缺德論這邊要趕快補下更多的火炮 甚至帶漏馬去解後面的火炮會比較好 但後方的火炮一直有熱奈亞弩守在助手 這就是意大利人這邊開始強勢的地點 這個地方他會非常的給對手有壓力 好 缺德論這邊直接前壓 黃金直接被壓了回去 前線不能挖礦 意大利這邊要把握機會來挖礦會比較好 這邊點一下公會制度 火炮開始轉出來 好 那這塊金就是缺德論最後一塊金礦 好 這邊突然往前A了一下 反正投資手的擴散 串燒效果依舊很美麗 但是要特別小心火炮 火炮現在完全在攻城當中 打破了一個洞口 後面只有一棟城堡 再做防守 但這個防守偏後面了 所以意大利人可能沒辦法很快就打進去 所以這個位置下得還不錯 剛好在城門入口之處 後面火炮可能他再繼續出貨不能斷 去案V-Chester非常需要火炮的支援 好 巨型頭司機偷偷開拆 右邊巨型頭司機開拆城堡 大洛馬要不要第一時間去抓掉呢 現在熱納爾弩手沒辦法時間回訪 但是這邊已經超前部署 九隻熱納爾弩手 直接射爛這些大洛馬 有沒有機會可以拿下一台巨頭呢 沒有機會 去著羅倫這邊又在血潰了一堆洛馬 雖然也不到血潰 畢竟薩地利減免肉量還是非常多 但這個城堡依舊是守不住 還是非常難受 再讓他前線金礦全部被守住 有可能會變成斷金的窘境 這個火炮砸得非常漂亮 兩邊都是害怕火炮 所以火炮非常關鍵 這邊稍微嘗試砸對方洛馬 但是洛馬沒有回頭 所以一發都沒砸到 好 現在打義大利的威猛之處來了 現在義大利人熱納爾弩手 可以射洛馬之外 也可以受緩刃頭子手 現在只炮這個戰毛兵而已 基本上沒什麼太害怕之處 但現在戰毛兵也可以用自己的大洛馬去擋 所以義大利人後期都會轉出大洛馬 配熱納爾弩手做一個搭配 再配一些少量的重洞場槍兵 做一個後援 就差不多了 這邊有個開口 有兩個洞 這邊直接鑽洞進去 單串燒效果非常好 義大利的洛馬進去之後 直接變成殘血 但這邊想要抓掉火炮 火炮可能有點難抓 而投手第一時間來支援 兩邊防守打得都很好 這邊兩邊都是頂尖玩家 都知道對方在搶走 都可以去預判到對手的一個思考 徐德魯倫被拆掉第四座城 第二座城堡時候 人口稍微下降到185 待會他再補幾個房子 而且臭民宿也是下降蠻多 只剩102村 臭民再補繼續補的話 待會就會面臨經濟不足的問題 軍軍投資機順利拆掉了裡面的一座城堡 最後兩座城堡在左邊這邊 好 V-Trust上方城堡被入侵 達羅馬直接殺進來 去者羅倫這邊被迫收村 早一收村 就讓塔套這邊賺到了 這邊還人投資手 直接原地開 但是後面有火炮 塔套這邊選擇撤退 這邊再砸一發 欸唷砸到了 大碗的 兩隻 右邊再補下了一棟城堡 這棟城堡相當關鍵 可以奪取驅逐輪倫的黃金之外 也是一個很好的根據隊 讓對方沒法很好的進攻 好 軍軍投資機繼續開拆 現在能拆什麼就拆什麼 拆掉一個伐木場 好 這邊還人投資手 繼續做一個拉打 可以穿燒效果 對洛瑪來說沒這麼明顯 這裡怎麼有勒納儒手 直接走進去開A啦 怎麼還有傭兵在這邊亂砍 好 義大利這邊再次轉出了相當多的傭兵 這個傭兵 打戰毛病 肉麻 還人投資手 都一定不錯的效果 這邊直接收掉了巨頭 巨頭這邊走過有點失誤 哇 所以已經被收掉非常多的傷害 好 這邊又直接戰A的關係 團人投資手可能會被收掉非常多的數量 雖然剛剛串燒到了一些热奈亞弩手 但終究還是打不贏 热奈亞弩手的攻兵優勢的攻擊速度 團人投資手的缺點就是攻速太慢了 傷害偏低 好 這裡明顯打出了優勢 VChester村民術將死生氣七春 意大利人這邊村民術很穩 而且經濟還很好 這邊還低了一些村民 VChester這邊打出了巨巨 打到這邊出了114隻的這個热奈亞弩手 這個數量真的超級多 那我們看他最後面的热奈亞弩手數量有多少 雖然一直維持在26隻左右 這就是相當好的一個配置 热奈亞弩手不夠多 不會到過多的情況下 有肉碼資源 火炮後面輸出 少量的傭兵在裡面騷擾 但這裡沒有出戰毛兵的原因 是因為對方不是攻兵文明 所以就不會出到戰毛兵 那如果對方開始出戰毛的話 那你自己玩热奈亞弩手的時候 也要配一點戰毛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是由義大利這邊大獲全勝 沒有任何一個資源是輸的 原因對方VChester是拿到5勝物 但是義大利用了自己的操作方式 慢慢打了過去之外 後續補下了更多的兵之外 這個火炮也是秀得非常漂亮 热奈亞弩手也沒有低於應有的數量 所以對方弩馬一直拿不到甜頭 而且這個大弩馬也是一直瘋狂出 而且三級農三級木到這個地後時期 真的是非常有感 經濟差距很明顯就會被拉出來 人家只有二級二木 經濟打越久 每打五分鐘 這個經濟就越差越多 這個算是蠻重要的細節 那修道院部分 五勝物雖然有這個金錢勝物的加持 但我覺得驅逐羅人並沒有打出它應有的文明特色 雖然這邊可以打相公 但相公太害怕火炮跟這個熱奈亞弩手 所以導致驅逐羅人的優勢兵種 沒有辦法耗的發揮 所以如果我是驅逐羅人的話 我可能會出一些閃避馬 配這個還人頭子手 再配大弱馬做個搭配 畢竟閃避馬對熱奈亞弩手 多多少少還是有點效果 只要能閃避一些箭矢 讓自己的騎兵有這個輸出空間 還有後面的火炮 有打到對面的熱奈亞弩手 抱團的這個可能性 就足夠了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再次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按照片